哈囉!我是Ginnie! 下個月就要準備迎接農曆新年啦! 那在過年的時候呢 大家應該會非常的想要添購新衣新鞋 那如果你是沒有目的地亂買狂買的話 那你可能過完年衣服只穿個一兩次就後悔了 所以今天呢就是要來做一個重複穿搭的主題 如果你喜歡這樣子的影片呢 記得訂閱Ginnie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G、臉書一起討論穿搭美妝生活 畢竟衣服呢如果只穿一兩次真的蠻可惜的 那我自己是在買衣服之前啊 我都會先在腦海裡幻想 而這一件衣服可以有幾種搭配的風格 可以立刻想到三到四種的搭配 可以的話我才會下手 那單價越高我會想的越多 平常就很喜歡休鞋姐跟球鞋類的打扮 所以今天的主角之一就是球鞋以及 窄管褲啦!人見人愛的窄管褲 這一件是Levis的311 像這種原色系的褲子啊 是每年每年都不可能退流行的款式 這一件除了它是原色單靈非常百搭之外呢 最讓我驚艷的是它有專利的塑型科技 也就是它可以在特定的部位 控制你布料的彈性 所以可以縮覆提臀 然後又很好活動 那鞋子的選擇呢 是Puma的新款 它有分黑色跟白色 白色款的底部是拼乳白色的 然後黑色款的話是拼... 有一點銀灰色 我個人目前是愛黑色多一點 因為它這個銀色不是浮誇的銀色 是低調然後沒有什麼閃度 有一點帶灰色的感覺 然後它的頭又不會太尖或太圓 而且它這個布料讓腳是很舒服的 不會有壓迫感 我很喜歡它前面這個 它跟一般的球鞋布一樣 因為一般可能都是鞋帶直接交叉在上面 它這個鞋舌啊 還做了一個可愛的小抓皺感 第一套是個性風 用一樣都是牛仔布料的單品來做搭配 那可是呢我的外套是淺色系的 所以和深色的窄管褲搭起來是很OK的 那我內搭了一件非常亮眼的橘紅色系的毛衣 那以及呢紅色的耳環 像這樣子啊顏色比較濃郁型的話 我覺得搭配這種窄管褲加球鞋 會很有個性 再來第二套是比較甜美感的碎花風格洋裝 我覺得球鞋搭配洋裝是很衝突 卻又好看的混搭方法 這件洋裝雖然和下半身一樣都是深色系的單品 但因為洋裝上面有黃色的碎花 所以看起來會是亮眼的 這一件是偶爾的洋裝 它很棒的地方是 它有分尺寸我選的是M號 以及呢它接待的地方 可以調長度 所以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身高來做調整 那在MOMO裡面呢它全管是五折起 以專櫃品牌來說真的超划算 再來第三套是比較可愛休閒的風格 我覺得帽T跟牛仔褲最搭了 雖然這件臉帽上衣看起來非常的厚實 它的版型又很寬鬆 可是呢你整個人卻看起來不會很沉重 因為顏色很粉嫩 粉紫色啊然後再拿一個米色的帆布包 以及白色的球鞋就完成啦 再來是比較復古的風格 那這一套呢我選擇的是不規則的格子洋裝 那其實這一件也可以當外套啦 就是把它當洋裝來穿 卡其色格我很容易就有那種復古的風格 那你可以搭配同色系的帽子 以及珍珠髮夾 就可以顯現出你復古的重點 再來最後一套呢是韓系偶膩的風格 那這一套呢我用了一個白色的高領襯衫 是白配灰 然後下身是原色系 我覺得這樣子的顏色啊 感覺是有一點優雅然後耐看的 如果你的公司是允許穿休閒鞋的話 我覺得這樣子的打扮啊 不會是那種OVLO的氣質 但是又可以很輕鬆休閒 以上五種穿搭呢 都是日常很實穿的 分享給你們 那今天的主角窄管褲呢 Levi's的311 我自己穿啊是拿26腰 平常就是穿2627居多 尺寸的話就是M號 這一件我穿26有一點點小鬆度 搞不好可以穿到25 彈性真的很優秀 CP值很高 然後又是萬年不怪的款式 加上呢 這次他們在MOMO裡面 有做五折起的優惠 超級划算 因為它原價是快要4000耶 然後現在買的話2000元有找 再來鞋子PUMA的話 我覺得是一款比一款還要設計的 更吸引人 那這一雙 因為我平常穿24號居多 這個呢也是24號 然後穿襪子剛好 合腳是舒服的 這一雙很特別 它是19年的新款 雖然是新款呢 那一樣有九折的優惠 大家真的可以趁過年前 買起你的新衣服 新鞋子 因為過年檔期有很多種促銷的優惠內容 如果你很久沒有夠了 就可以趁現在 而且這一次MOMO他們的 優惠內容都蠻有誠意的 就不是那種折10元20元這樣而已 大家可以點開下方資訊欄 我會放在下面 給大家做參考 好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下喜歡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這時候繼續拍影片 也別忘了追蹤我的IG還有臉書 這一邊啊 都會放我的日常生活還有穿搭 那我們就過幾天見囉 掰掰 我會放在這邊 我也要睡在那兒 我會放在這裡 你們看